支持专业小组的结论 那我就从交通的这一部分 抛出一个思考 因为我们政府其实在这边 投入了非常多的钱 就是让捷运 到这边东远两站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 就是说 我今天要让这个 搭捷运的人他有机会 可以住在捷运站旁边 我们看到过去的例子 大概捷运站盖好之后 旁边就好歹了 然后搭捷运的人 他大概住不起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 适当的去提升这个融机率 可能是我们在未来 整个这种捷运的新建 甚至捷运周边 我们都必须要一同去考虑 像刚刚那个 我想那个张曼来的一个人 他特别有提到 我们这旁边是不是也要一起 去做一个检讨 那我相信应该是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 从这个交通的角度来看 这一块的一个利用 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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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案子 我基本上认为政府要建这个公民住宅 来解决一些社会住宅 这个安置我们都市高龄化 这个老人问题 还有出租年龄的住宅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刚刚有一位 这个人情意见 他也讲说 现在真的这个 年轻的住宅问题 住不起 老人照顾的问题 都很严重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规划 严格说起来 这个坐将来整个环境会提升 坐比不坐 所以我们周边的环境应该就是一个正面的 那么现在就特别来说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案明呢 是一方面是一场主要计划的容积率的问题 一个是细部计划 它两个都要建物 所以才有这些 那么本来应该是最早 我们在谈主要计划的时候 已经就谈了 这个三块分配是不是适当 那么我想花展局也已经做了相当的努力了 都有一些这样 因为刚刚也有这个人民的成绩意见 那如果这个适当的一个配置 如果是以现在的这种配置方式 是比较合适的话 那这个说明我想 这个希望能够补充一点 补充这个说明 所以我们过去所提出的意见呢 都是还有老百姓的这个 这边的成绩意见 都是它是一个依法 而且合理的要求 但是我们要释放 因为你第一次谈的时候 就是说我这机关用地说我要百分之四百 那后来说 因为是公营住宅 都是甚至都超过百分之四百 那这个是因为通案 那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好 所以你们要改 有些地方是我们花展局过去梭里的时候 并没有完整 所以才引起很多的一些物件 这是第一点 那么再来一点就是说 刚刚我们这个都市计划 最近几年都在讲过 因为刚好我们有捷印 那我们这个商业区附近在捷印站旁边 我们还是不改变使用 而不增加溶击力 我们一直在突一 甚至在捷印站周边 甚至可以突破拖曼 来增高溶击力 这样也可以解决 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很多 比如说住宅不足 或者年轻出租住宅 没有办法找不到土地 可是我们始终 我想我们这么多台北市都不敢去做 我们现在有很多捷印站 这个都是改变使用 但是都不敢去动作 我是觉得这个不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精神 都怕是说土利啊 是什么怕人 那我说如果这些能够增加 我想也可以解决都市的话 我是建议 我们台北市有些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做的 我们中案请内政部 去申请通案的用法规審释 来比较弥补 那这是我几点意见 也就是说真的 你这个结构性的 我们难得台北市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有这么多的捷印 可是我们捷印站的周边 容金林都不去检讨 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啊 这很可惜 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我想为什么不能突破 我是说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案子 都是这样子 那么你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零星 有些只可以多 用都市设计去调 那只是一个个别 个别的这个 一个调整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像北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期待说你这个地方 环境提升呢 将来一起可以全面的 整个都市边境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老旧的 情况都很不好 那将来 你如果这个计算一下 对大家都非常好 所以有一个期待 那我想应该 各位感觉就会比较小心 好 谢谢主 这个新闻 那个